110车轮造型实体 那我们这边呢 画一半 然后做旋转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呢 炒绘 好选择right面 炒绘 好参照中间这条线 好 然后中心线要用这一个 好把平面显示拿掉 好那这里呢 我们绘制一个圆弧 好然后纸线 垂直向上水平 向下 进来啊这里 不能一样长啊 然后斜的 好圆弧 纸线 好再连回来 好那这里呢 第1个这边的半径 第2个这边到 这边的距离 然后 这边的直径 这边的直径 然后呢 这里 到 这里的距离 这里到 这个点的距离 然后 这里到 这边的距离 然后 然后 这个点 的 子鸡 这边的 角度 好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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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 到 这边的距离 距离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然后 然后 这边要相切 然后 这里 到这边的 角度 好这边的距离 这边的半径 好 完毕之后呢 选起来 右肩 修改 修改 好来 第1个 这边的半径是 10 第2个 这边的距离是 50 直径是15 第1个是20 第2个是25 然后 这1个是50 然后 然后这边的是10 角度是10 好 那 这边呢 这边 来 这边我们刚才标示的时候 有问题啊 然后这边重标 这里不对 这里啊 这里到 这边到 这边的距离 啊 这里到 这里到 这里的距离 这样标才是正确的啊 好所以我们再重来一次啊 右键 修改 好 这里 10 这边50 这边15 这边15 这边20 这边25 然后这边是50 10 这边是10 角度10 啊 角度20 然后这边距离10 半径是15 这边是85 这边是40 啊 确定 好 完了之后呢 这边 确定 好 然后 Ctrl D 之后 做旋转 好 这个形状就是我们要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分别要做一个 呃 7.5 7.5 7.5的导原角 所以这边导原角 7.5 来7.5 7.5 7.5 确定 好 然后这里呢 还要做一个R5的导原角 好 完了之后呢 这边我们要做这个形状 好所以这里呢 好 这边我们要选择 把平面显示出来 草绘选择top面 好 那 方向我们改一下好了 这样比较不好画 来 Ctrl D 草绘 top面 好 那right面这边呢我们选择 朝 底部 好 那这边呢 呃 我们把这个 投影出来 然后参照这条线 好 平面显示拿掉 好 这边我画一个圆 好 然后呢 画一条线 连到这里 然后让它相切 我们把它 转成 消影模式好了 然后呢 这边我们做一条中心线 做什么 做对称 做镜像啊 好 然后呢 把不要的这个线删掉 好 那这边我们要标示呢 第一个 啊 呃 还有这个点到这个的距离 好 选取之后右键 修改 好这里呢 是16 这边12 这边12 这边25 啊 确定 啊 确定 Ctrl D 好把它转成着色模式 隐身 好 做 贯穿好 两边都做贯穿除料 确定 好 然后呢 这边 的坐标呢 Z轴朝这里 所以这时候 坐标系 选这一只走 按住Ctrl鍵 选这个面 好 然后呢 因为Z轴要朝这里 所以S S看你选 这个或这个都可以了 Y 选 这个 好 那Z轴就会朝里面 确定 好 好 所以 题目问我们 Z轴近视值为何 来质量属性 Z轴是这一个 好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变更尺寸 好 变更尺寸 W W1 改成11 这里 W1改成11 这里 R1改成12 12 R1 R1改成12 T1改成15 T1这里 R1改成15 好然后呢 W2改成45 W2 改成45 R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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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的距离 R2改成16 R2改成16 R2 T2改成18 T2改成18 18 这里 T3改成12 这里 好确定 好 然后他问我们 表面积 表面积 表面积是这一个 Apple面表面积 Apple面表面积 他是Apple面表面积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这边 要选择截面 平面 选择top面 好 确定 然后呢 分 那个分析这边选择横截面 然后 这边要选择 这一个 好表面积 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Z轴 来 Z轴 Z轴 这边要选择质量属性 Z轴 Z轴是这一个 BC两点的距离 BC C B 来 那这里呢 选择这个 点 然后 C Ctrl键按住 这个点 所以距离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110提